在香港娱乐圈 四大天王地位颇高 在圈里人缘很好 圈里称呼刘德华为华仔 显得亲切 黎明 很多人直接提他的英文名 Lian 郭富城则是城城或城仔 只有称呼张学友为张学友大哥 或学友哥 因为张学友的仗义和热心肠 在圈里是出了名的 柯寿良为人豪爽 在圈里朋友也不少 但是在当年筹备飞越黄河时 遇到资金困难后 却四处借不到钱 打了很多人的电话后 柯寿良有些失望和心寒 他试着给联系不多的张学友打去电话 寒暄之后 他却不好意思开口 毕竟之前联系不多 突然联系就是为了钱 嘴确实难张开 张学友猜到了柯寿良的心思 直接问 遇到困难了是吧 需要多少 柯寿良说 二十万 张学友爽快答应 第二天 钱就打到了柯寿良的账户里 不是二十万 而是三十万 可以说 柯寿良飞越黄河成功 有仗义的张学友一份功劳 他和梅艳芳也是好友 梅艳芳去世后 他是抬官者之一 因为遗产纠分 梅艳芳的医药费还欠着 张学友知道后 主动去垫付 郑中基的付出演唱会 张学友连续两场助阵 花费两天时间 全力以赴 彩排时就参与 虽然他是郑中基爸爸旗下公司的艺人 但他的出厂费是三百万 即使是友情价也不高 但学友分文不取 郑中基感动的落泪 张家辉自导自演的电影 陀地驱魔人 邀请张学友客串 张学友也是分文不取 他说 这也可以收钱 我还是人嘛 我怕说出来脸红 在其他歌星的演唱会上 也时常看到助场嘉宾张学友 谭永林 陈慧贤 周杰伦 陈一逊 孙艳兹 他是有名的助场王 足见其仗义和好人缘 张学友是一代歌神 不仅歌唱的好 做人也是顶瓜瓜 和妻子恩爱多年 无绯闻 可谓有情有义 难怪有那么多歌迷喜欢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